全美房地产经纪人协会3月15日宣布了反垄断诉讼和解协议 同意支付4.18亿美元的赔偿金并取消购房交易中的6%标准用金规定 此举有望降低房屋买卖成本 该协会还同意制定一套新规则 其中包括禁止卖方经纪人为买方经纪人设定报酬 批评者认为这导致经纪人向客户推销更昂贵的房产 另一项规定则终止了经纪人订阅多重挂牌服务的要求 其中许多服务由全美房地产经纪人协会子公司所有 在这些服务中房屋在当地市场上被广泛查看 另一项新规定要求买方经纪人与买方签订书面协议 该协议将有效地打破目前的房屋买卖商业模式 即卖方同时向其经纪人和买方经纪人支付费用 批评者认为这种模式人为的推高了房价 随着4月15日报税截止日的临近 美国国税局鼓励在收集报税所需文件或者支付所签税款时 遇到困难的纳税人考虑IRS GOV上提供的集中选项 以避免逾期报税所产生的利息和罚款 2023年收入不超过79,000美元的符合条件的个人和家庭 可以使用IRS GOV上的国税局Free File以电子方式报税 所有纳税人如果需要更多时间提交税表 无论收入如何都可以使用国税局Free File这种简单且快捷的方式 在2024年4月15日之前以电子方式申请6个月的延期 延期将有助于避免未按时报税所带来罚款和利息 并允许纳税人在2024年10月15日之前申报 但是纳税人仍然必须在4月15日截止日之前支付所签税款 除了近期自然灾害中符合条件的受灾民众 可以在10月15日之前缴纳税款外 其他无法在4月15日之前 全额缴纳所欠税款的纳税人 应该报税并尽可能多的缴纳税款 以减少总罚款和利息 3月15日晚 中国中央电视台315晚会曝光天价白酒 听花酒频繁宣传可调理身体 提升免疫力等保健功能 而中国广告法明确规定 酒类广告不得含有明示或暗示 饮酒有消除紧张和焦虑 增加体力等功效 此外 其国际专利未被认定 高科技凉味剂也只是常见薄荷提取物的事实 已被认定 被曝光后 四川省宜宾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回应称 已关注到相关情况 会按要求进行执法行动 同时 京东 天猫 淘宝 拼多多等电商平台 以火速下架其相关产品 听花酒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也被停用 就连首都机场也连夜拆除了听花酒的广告牌 听花酒是宜宾听花酒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旗下品牌 7产品标准版5860元 精装版58600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